全油管最快新闻 浙江珠济市警方成功端掉一个设在山间坟场的赌博窝点 抓获了19名犯罪嫌疑人 据报道 这个赌博窝点由胡某等三人主持 专门在夜晚接待赌客 借助对蒋机网风暴性 警方在蹲点摸牌后 发现该窝点的隐蔽性极强 胡某等人安排赌博时间在晚上10点到次日2点 还提供接送服务取暖设施和借贷 服务取暖设施和借贷 经过多次赌博 他们获利近2万元 此次警方抓获了14名参赌人员 胡某等三人已被移送检察院起诉 对于非法赌博 警方将继续加大打击力度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事